林丹提出来换一个球 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 这次从南丹的参赛选手来看 也确实缺少了一些名将 但李中伟、陶飞克都没有来 同时丹麦的盖德也没有来 7比12 林丹在前面被半局取得优势呢 除了自己在打到5比3之后 那个战机抓得不错 从5比3打到7比3 那两个突然的变速突击 是属于他自己的主动得分 其他的呢 更多还是依靠对手的失误 还调整换自身的失误相对多一些 使得林丹现在是在场上领先 9比12 9比12 刘成换这个球呢 突然是一个轻杀 杀到林丹的正手内部 这个位置非常不好接 而且是林丹可能缺乏准备 刚才那球看着力量不大 但是林丹在接杀的时候 还是挡出界外 这一球很突然 那球 那球林丹的突击呢 还是在头顶杀对角的这一拍 他并没有中杀 头顶点杀斜线 这个球就让对方在接杀的时候 借不上这个力量 而且由于他前面有中杀 这样一配合上之后 许多朴生换在接杀的时候 一个是节奏 他感觉不对 而且在接杀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接 球挡过去的非常吃力 所以林丹快速抢往 勾了个对角 朴生换 挡往15 15比9 那双方还是有6分的差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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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一个多拍 这一分还是会影响这一局的 看林大能不能